鱼肉 大家好 小潘 下午了来割成猪菜 现在每天都割猪菜了 一回家就有干不完的火了 哈哈哈哈 这里是那个 就上次弄那个红薯苗的 没有勾完 你看柜柜这个还是这么长啊 这里还有红薯嘛 等一下把红薯拿回家 好来吃一下 哎呀 好久没吃红薯了 现在这个地太干了 这个红薯的话也没那么好 下大雨那个红薯长得好 而且叶子都干巴巴了 红薯 红薯了 看这个红薯 挺搭个的 这个是白色的 白色的屏 不吧 这个太小了 好可惜 你看看这么大 就这个大一点啊 拿到饭 煮饭的时候 拿到蒸汁就行了 现在准备把这个菜款了回家 太阳现在已经下山了 凉快 我刚才看这个海茄有些大部分熟了 把它摘回家炒辣椒吃 看一下这个地好干了 都裂缝了 这个西红柿是每年都有的吃 它自己长的 就第一年来这里的时候吧 然后这个每年它这个种子掉这里 第二年又长了 这都是自己长的 好多呀 还移到别的地方去摘了 把牛棚拿那个头来长 肚子饿了 咬这么一点就得这么多了 还有别的地方 地里边边这里还有下面那里还有 把它全部摘回去不摘的话 路过了人家也会摘去吃的 我喜欢拿来炒 放辣椒 然后放面条 下面条特别好吃 哇这颗好红了 摔了差不多15G的了 这个挺多的 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这里全部红了 就从上面那里移下这里来摘的 得到半桶了 看到没 这个每年都吃不完的 这个 好多 这么好的 看我的手 咱那个菜好脏 哇塞 好多啊 可能有七八斤了 摘两个茄子 回家了 天的快黑了 这个 这个辣椒 我们就不卖了 拿着做酸辣椒 因为记得过程中 有些就坏掉了 那个我们的箱子太小了 哇这西红柿 这么多 等下把它洗干净了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看一下 好多啊 我们下沥冰箱里面 好多啊 我们下沥冰箱里面 就是 估计 感受